今天这个视频不是教学视频 也不是什么tips and tricks技巧的视频 今天只是想跟大家聊聊陶老师的兴趣爱好 那就是摄影 上个视频的结尾里面有一个新的小视频 然后我看了这个视频的同学们来问我说 陶老师拍的不错啊 是不是喜欢摄影 是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陶老师的兴趣爱好 那就是摄影 陶老师的学生都知道啊 陶老师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只不过大伙也不要抱着太大的希望 因为我不是什么专业的摄影师 只是喜欢拍照而已 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五张 我自己觉得拍的不错的照片 然后跟大家讲讲这五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看我的频道 那记得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我会在这个频道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 学习汉语的技巧 教学视频 然后关于汉语的一切 那所以请记得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好 第一张照片就是这一张 是我的母校 以前就关注我的朋友会知道 我是从北京远大学毕业的 本科硕士都是从北京远大学毕业的 然后图片里的这张是在我们学校的十字路口拍的 是综合楼 然后这边是南门 北京远大学的南门 然后这边是去宿舍那边 然后这边是去教学楼那边 走上起来喝一杯咖啡 然后去上课的路上 肯定会经过这个十字路口 然后到了这个十字路口 我会泛满脚步 有时候会停下来 拍这张照片 然后再去上课 你们看这张照片里面的树叶 都已经变黄了 是吧 所以可想而知 这张照片是在秋天拍的 老舍先生说过 北平最美的季节就是秋天 当然我也在冬天的时候 同一个角度拍过这样的照片 请看 看看路上的学样都没啊 不过这个不算很大 嗯 但是还行吧 是吧 因为至少我拍到了学中的综合楼 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张照片 拍摄于离我们学校不太远的地方 那就是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顾名思义这张照片跟奥运有关系 没错 请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这是北京的一处地标 坐落在北京中轴线上的 高达246.8米的标志性建筑 奥林匹克塔 在这高塔之上 在这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制高点之上 有奥运五环的标志性 北京也成为了继加拿大蒙特利尔之后 第二座独立且永远安装奥运五环标识的城市 这张照片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对我来说不太一样 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很少出去玩 尤其是晚上 毕竟我比较喜欢早睡早起 所以晚上很少出去 但是一个暑假的晚上跟几个好朋友散步来到了这里 然后大伙就在路上说着笑着说着笑着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 路上也已经几乎没有人了 只不过几个好朋友在那里聊得很嗨 所以我就拍下了这张照片 对我来说这张照片意义非凡 接下来看看这个塔 我相信很多人都见过这张塔 快想想是在哪里见过的呢 是的 是在上海 这是上海的东方明珠 我告诉大家这张照片价值180人民币 这是在2018年的春节 跟我的一个好哥们一起去旅行的时候拍的 是这位 如果你们以前就关注过我的话 肯定会见过这位朋友 他叫李志强 印尼人 他是我研究生时候的同班同学 然后当时很多人都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 所以大家都开玩笑的说我们两个是双胞胎 好回到主题来 刚刚说这张照片价值180人民币 是因为他老师拍的很好 所以有人想买这张照片收了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这张照片拍的时候需要从100层高的那个大厦拍摄 这个大厦就是上海金融中心 如果要进去这个上海金融中心的话 门票要付180人民币 虽然花的钱不少 但是能拍到新门一组的照片 我觉得值 好了 下面来说说离北京不太远的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曾经被英法联军 八国联军 站在桥上的摩天轮 天津之言摩天轮是跨河建设 桥轮合一的摩天轮 并且还具备观光和交通功能 所以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这个摩天轮扬名于射 我本来想的是太阳落伤之前赶到那个拍摄的地点 然后拍摄各种观线下的天津之言 只不过那天我们前面有一个安排 所以没有及时赶到那个拍摄地点 所以只好拍下夜幕下的天津之言 有些时候摄影就是这样 有遗憾也有收获 说到收获 我这张还真有一张收获满满的照片 这张照片对我来说意义很大 也可以这么说 到目前为止我拍的最有意义的一张照片 就是这张 是的 这就是故宫博物院 我是在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北边 有一个公园叫景山公园的一座小山坡上拍下的 景山公园虽然很小 但是景山公园上能看到故宫的全景 所以去那边游玩的人很多 前一天晚上天气预报说北京会下雪 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就六点就从宿舍出发了 到了景山公园已经是七点左右了 还好还没下雪呢 所以我就在公园里面慢悠悠的就爬到了山上 没想到山顶上人山人海 拿着大炮的摄影师们已经选好了最佳的拍摄位置 看到这个画面我也去找最佳拍摄点 但是一直等到十点都没有下雪 这让我很失望 不过功夫不复有些人 在我准备要撤的时候 终于下起雪来了 拿出相机 对好焦 按下快轮 新闻一组的一张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刚下雪时候拍的 这是十几分钟之后拍的 等了三个小时 终于能拍到了自己很想拍的照片 我知道这几年照片拍的不怎么样 但是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冬天拍的 那是2019的春季 也就是我最后一个能拍故宫雪景的机会 因为2019年6月我就毕业了 我就回国了 我在拍摄的时候有很多曲折 有时候不管怎么努力 结果依旧不如人意 但是呢有时候功夫不负有些人 我觉得人生也是这样 OK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我拍过的一些照片 然后跟大家讲讲 每一张照片后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今天这样的视频 大家喜欢我拍的照片吗 今天介绍的五张照片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张照片 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好吗 我是陶老师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